多久沒喝啊? 前幾天有喝啊 跟老公一起嗎? 前幾天就是有那個 因為雲鼎演唱會馬來西亞的慶功 所以有小桌了一下 讓你累死啊,對不對? 當天是不是很感動啊? 對,因為回家鄉開唱 然後看到家人跟好久不見的一些 親戚朋友同學們 就覺得知道大家都有來 所以唱得特別感動 就是那時候唱那個一夜長大嘛 出道的歌,然後還有勇氣 所以就想起很多的回憶 就是出道打拼的過程這樣子 因為剛剛有說到 都是常常跟那個雲鼎老公一起 晚上一起兩個人喝喝酒啊 那是你們調情一起互相推情的絕招嗎? 其實我比較常是跟朋友啊 姐妹他們一起喝比較多 因為有時候吃飯 會覺得可以搭配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微醺的感覺就是能夠 我的個性會比較放得開 然後就會跟大家比較無所不談這樣子 很輕鬆 因為我是那種很喜歡氣氛很好嘛 然後我就會自己一直敬大家 所以有時候會稍微喝得快樂一些 就會喝醉 所以自己喝醉後會出現什麼樣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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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一點專輯 蛤 就會 沒有 就很愛抱人吧好像 就是會擁抱 擁抱 身邊的人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一個棒啊 如果說你看你現在下半年就要進軍 這整個就是殺進歌團的戰場 對 有沒有想說一些假想敵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天后 譬如說Jolin啊 陳琳他們也會出來啊 然後到年底還有SHE 你知道 你們的歌唱戰場要開始了 對 像Jolin跟陳琳 我知道就是 都在錄音 也快完成 那很開心大家一起就是 有很多新的歌 然後可以給大家 來聽 但是我覺得這個戰局 我比較想要挑戰的不是音樂的部分 那我聽說 好像是 他們的酒量很不錯吧 所以你要約出來 喝酒嗎 嗯 我想說 天哪 前三名這個排行榜 關於酒量 嗯 我好像沒聽說過 他們有把我排進去 所以我有一點小生氣 那我想說 好啊 我們就來約一下 哇 來拼個酒吧 所以就是 梁靜如下的這樣 戰帖 要約天后出來拼酒嗎 就Jolin跟陳琳一起啊 對啊 他們酒量怎麼樣 有曾經跟他們喝過嗎 呃 之前都是那種 慶功宴啊 那種 不算 我想說真的要來 好好約一下 然後咱們來 喝個酒吧 嗯 聊聊天 因為這次專輯啊 靜如已經完全走回 比較大家在前兩張專輯的那種感覺 對比較 自己的決定嗎 對對對 比較夏日 然後有點清新 然後有一點點復古的感覺 嗯 那因為這次的歌 有很多次也是療傷的 那淡淡的 所以MV也是會有這樣的演出 就是比較是生活一點的 嗯 因為現在那張專輯做了很大的突破 然後這一張 這一張又回到很 比較清新的感覺 對 怎麼會想要走回來 對我們來講是走回來啦 因為我想大概是因為演唱會 跑了蠻多場 濃妝化太多了 有一點假睫毛帶的好累 所以最近回歸到 連我自己私下都是比較淡妝 嗯 然後因為這個夏天也真的太熱了 怕那個很厚的妝 更容易融化 所以我們還是走清新一點吧 希望所有的女生朋友或歌迷朋友 都來一起來化淡妝 然後走清新的路線 嗯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你的那個 哪時候有好運到啊 喔是嗎 但是 還沒還沒 專輯有一些成績之後 我們再來 所以趁著去 就是那個 南部度假 度第二次蜜月的時候 一次給它成功嗎 嗯 嗯 嗯 我也不知道欸 再說吧 再說吧 好 謝謝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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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